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陈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入抖析打开视野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7月份永康要去一趟美东跟加拿大 所以到时候会有美女主持人代班 请拭目以待了 还有很多网友反应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增加每一集 每一个礼拜播出的次数 我们看到大家留言 也不断地努力往这个方向发展 不过有些因素还需要克服 请大家在这段时间帮忙 持续地按赞 分享 订阅 让我们的节目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非常感谢大家 而这个周末呢 全球的焦点就是大阪的G20了 川西两人见了面 有了面子 但李子呢 嗯 继续谈吧 好 那蔡英文出访中美洲 无法如愿过境美国的华府 而这段时间也传出 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案 有一些变数 莫非为了川习会 川普呢 特别 有点稍微冷落一下小英呢 以及波斯湾保护邮轮 川普抱怨美军的开销太大了 打算不完了吗 恐吓打伊朗 川普都是嘴巴讲讲吗 来问一介绍 大家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文化大学政治系的讲座教授 陈一新 陈老师 永康好 大家好 民主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国安反恐特勤专家李天朵 永康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就来看 在周末 全球都在关注这两个人见了面 到底礼拜一的股价会如何波动 就跟他们会后之后 讲了什么样的话 看起来 川普讲说 Better than expected 比预期的还要再更好 他是满开心的 那到底聊那些什么呢 最主要的结果呢 就是美中要重回到正轨 他们的贸易谈判要重启继续谈 那川普也说 不加征中国大陆新关税 对于这一点 其实两个人见面之后 对外的发言 大概的内容 完全如我们上个礼拜 节目当中的推论 就是表面会是一片和气 但是里面 乏善可乘 没有什么新的进一步东西出来 那对于什么细节要怎么样谈 对于之前几个比较大的关卡卡到了无解的问题 像是北京要求全面取消加征关税 采扣的数字符合实际 要求协议的文本必须要平和 不损害主权跟尊严 这几个比较大的癥结 其实这回见的面 都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实质的文字出现 但是两个人确实 见面的时候是相敬如宾的 一片和气 那会后呢 也符合大家的预期 大概就怎么样 要回到正轨继续谈 那先请到三位来宾 即便是这个结果跟大家预期的差不多 但是你认为 这样的一个川西两个人见那面之后 相对来讲 有没有哪一方比较符合他的一个期待 据简单来讲 有没有可能偏谁多一点点的赢家 帮忙比个大头 是川普还是习近平 还是都没有 就比中间也可以 比中间 老师觉得都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 两位认为是习近平 天罗哥你怎么会说习近平 你看看刚刚川普跟他的见面 到最后离开的时候 川普动了一下嘴巴 讲了thank you 习近平没吭气 习近平没吭气 你看待会要走的是最后的时候 他脱口而出 再转过来待会的时候握手的时候 是 所以按照这个画面的表情来看 就这个东西 对 没有 他拍他的时候讲了一个thank you 那个淳于讲了thank you 所以基本上按这个画面来看的时候 听众哥你们说维安特勤 就还特别观察别人的淳于 不是你一定要看嘛 他在什么时候 他的手怎么动 动到哪里 都有含各种意思的 因为川普很了解 电视画面跟这些问题 所以你看他故意过去拍拍肩膀 所以thank you 但是整个看起来的时候 是习近平 到中国到了后头 他把谈判的支持拉高了 因为已经了解了时间对他有利 然后整个的空间 他 川普有自己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 整个的 大陆来讲的话对大陆来讲 他很好统一 所以 这个thank you代表说川普 是真的谢谢 习近平愿意能够跟他搭起这台子的戏 对 OK 所以即便可能两个人见面之前 其实他们 之前的刘鹤跟对方的 财长 商务部长都谈过了 也都知道大概结局是这样子 但老师 愿意配合演出 愿意来这一趟 基本上 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背后一些考量嘛 你的解读 川普跟习近平各自背后 所考量的是什么 川普之前呢 说是不来的话 叫加税 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习近平来了 所以可见他是很怕加税的 正在来看是怕加税的 另外美国的专家认为呢 假如这次没有破局的话 那么至少还要三到六个月 这三个月跟六个月是有差别的 三个月内呢 我认为是 就是这个习近平呢 是多做点让步 假如六个月呢 每个月非要让步不可 因为他不能够拖到六个月 因为是圣诞节的Christmas sales 是 那个时候呢 大陆产品非来美国不可 否则美国的买主呢 会抱怨死了 因为买不到便宜的礼品嘛 送人家东西 一定要买便宜礼品 所以这里面是非常重要 三个月也许就是 我认为是 这个习近平 做了让步 拖到六个月 六个月到时候 川普会很难干 非要做被迫让步 等于是有点像城下之盟 所以说看谁能够拖得越久 现在呢 两次 上市 5月份也说 90%已经谈完了 这次又说 赶紧会新到 赶紧不是大的sales Christmas才大的sales 那么 所以说三个月六个月之间 中间很大的差别 那么上市也说90% 这次又说90% 可见呢 谈是谈的 早就已经从今谈过几遍了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习近平也没有说没面子 他也没有说属权丧失 或者是丢人 他也得到了这个 就是执行监督条例的 他也得到对等的待遇 另外呢 执行条款也得到对的 所以说这里面老讲完全就是在玩政治 习近平呢 玩一玩 你看前一阵还在大陆人民日报 环球日报 还有央视 都在打投降主义者 那个时候不论和人都不准讲 不准讲投降主义 是 谁讲投降主义 谁就是卖国 所以说但是呢 这是拉高姿态 其实习近平也想早点结束 因为这个 新华大学有一份报告 说呢 大陆可以撑 撑下去打贸易战 不怕 因为呢现在的GDP是6.3 完全合乎中共的标准 那么另外呢还有呢 未来五年 中国大陆的那个中产阶级 有五从4亿会变到8亿 这也没问题 所以可以可以打下去 但是还有 但是问题是习近平 对一届殊胜不一样 一届殊胜只考虑到少数的变数 习近平要考虑多少变数 他当然要让步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他也越快越好 你看科技站已经打开了 这个时候假如习近平再不让步 中国的科技会延缓 不过老师刚提出到一个观察的三个月跟六个月之间的差别 也就是说 相对来讲 时间比较是站在 中国大陆这一方的 但是呢 假如三个月不让步 大陆可能也 也遭受到市场 影响到市场信心啊 这是以前的人民银行行长周星一讲的 市场信心一影响 那中国大陆完蛋了 那就加上科技站会延缓中国的科技发展 美国这次主要目的不再关税 不再贸易战 也不再减少贸易资质 贸易资质反而增加 这个少数 某些时间降下来 真正在意的就是科技压制中国 英文讲法就是 stagnate China's technological department 影响中国的科技发展 辞职它的发展 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外界都不太意外了 所以我相信 礼拜一的股汇市的表现 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 主要是因为川普之前是讲说 你习近平不来的话 我就立刻加征关税 人家都来了 你还会破裂吗 基本上 没有这么不上套的 所以等一下要请教一下委员了 因为 但是我们往前推点 五月份 谈判破局 几个重要的因素卡在那边 北京方面是希望能够全部都取消关税 那采购的数字要符合实际的状况 你不能给全面要求不断的购买 那文本协议上面 有一些字句 是比较难以去斟酌的 这也是北京方面比较care的 但是 你觉得这一次见了面之后 这几个问题在未来几个月当中 会有比较实质的进展吗 我觉得不容易啦 因为比如说他说 那个补贴国器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谈 那补贴国器 如果要减少或禁止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就是 中国模式嘛 那另外 就你刚刚讲到就是互相查验 那美国本来只是要单方查验 那我不知道美国是不是会愿意再双方查验 你可以查我也可以查这样 然后 另外就是有关那个他讲的一大堆有关科技的部分 那这次 华为是让美国并没有让 可是川普的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他说 未来不加征税 这就会被人家解读成说 未来的谈判期间 不再额外瞌睡 那也就是说那2000亿就停在10% 那原来那500亿就是25%嘛 可是2000亿 就不会迈向25% 然后3250那个听证会大概也停止了 就第三步 最后一步就会停掉 就停止了嘛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中国大陆来讲 怎么会有压力呢 对中国大陆来讲我就说那我们就耗着吧 因为谈判期间你不能加薪税啊 你不是承诺了吗 所以除非川普是不是到时候又要提出一个新的deadline 所以你如果这个时候 不给我谈定 今天川普的说法等于是说如果还在台办期间之内的话 就不加薪关税 对不对 那对于北京来讲的话 那就这样继续吧 当然啦因为那18已经透过这迷并贬值冲销掉了 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压力啊 然后到最后如果拖到明年的话是你川普要进选连任 我们陈老师讲的很对啊 就是 你如果三个月不立下deadline 那我就可以靠到圣诞节 靠到圣诞节是谁输啊 你就受不了了 老百姓一买东西变贵 明年你川普还要选吗 所以 重点还是在于习近平他要的就是你给我解除 抵制华为嘛 那这个部分川普是不是会丢出一些让步 比如说谷歌 谷歌现在也怕说 到时候这个手机的软体变成三个 三分天下 所以谷歌现在也在游说川普说你干脆 不要叫我抵制华为吧 那我不知道在未来的三个月川普愿不愿意用这个 去跟北京的关税做交易 华为这部分等一下再进一步来请教我 因为现在 就连美国企业也都找到方法怎么样出货给华为 而且像看起来美国政府是有 睁一眼闭一只眼的一个感觉 这一次的日本出动了三万两千名的警力 因为当地聚集了37国的元首跟代表 这个让我看了蛮惊讶的是 连日本的黑道 山口组都说 既然国家这么尊重 重视这个会议 我们黑道 放假 不上班 放暑假 这个周末黑道不上街 红灯区呢 也自动休业 小姐也找不到 老大出门也没酒喝 所以尽量都不要闹事 全国来配合 第二张照片大家看更厉害 有人说这个是在拍 末日灾难电影吗 这是大阪最繁忙的一个板神公路 这个平常是车水马龙的 居然没有车子 全部被交管 提他天楼哥 维安做到这种程度 以前看集团有这样的规格吗 不是 因为 他已经在操兵了 他为的是那个东奥在准备 所以他整个的警力必须动员 他要去试整个社会 让步的底线在哪里 所以黑道 黑道他们日本黑道是合法的公司 他的最重要的来源 第1个 酒店 第2个 赌场 第3个 就是红灯区 所以 他 不管是正面或者底下施压告诉他停 他就停看看 停看看以后 这一次的集团对日本来讲因为他很久没有举 举办这么大的这种 这种 所以他把它做出几个方案来 Test Test没有问题的时候到了冬奥的时候 有一些的规格要比这个更强 预防的状况要比这个更严 天楼哥看到日本这样做后面有点点羡慕啊因为这在台湾这样的管控的话叫做 扰民 在日本的话媒体说 高效率 在对岸大陆的话搞不好就被批评是专权阿把 你怎么看你在台湾做维安 我跟你讲 我不觉得我们台湾的维安需要说 需要说 当然清空这些是一定要的可是现在的维安在做的时候 又过分让步 过分让步 那没有你完全没有考虑到维安的辛苦跟这些 这些人力的调度这些都没有 权力没有以前大的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 有所谓的联合警卫安全指挥部 军警线 统一接受调度 那清空起来做起来快 那现在 自己自己一路说说到最后连兵力都不足了 没办法 因为现在政治人物需要亲民 所以你们就不能够扰民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亲民 你也有技巧在哪些地方 让他怎么去接近 让他去做 可是 不能够 维安是不能够随便一点 好 对于今天川普两人见面的后来结果看起来 南华早报报得很准 他的标题就直接写了 川普同意延后新增关税 习近平才同意会面 这是南华早报 不过相对的我给大家做个补充 这是华尔街日报 他们之前做的一个报道 华尔街日报说 其实两个人见面 习近平提了三个条件 一解除华为的禁令 二取消所有关税 三不再要求大陆不断的采购美国的商品 所以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跟 南华早报的报导看起来这一回 中方媒体胜出 比较准 老师你看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基本上是双赢的 因为 双赢 习近平来了就是脑布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浪布 不过之前华尔街日报 提出这个标题的时候 有人说他在带风向 并临存下的感觉 让习近平还非来不可以 不来为了加付出加税 加关税 所以说来就是一个最大的浪布 我觉得所以说只能说两边打平 那么 川普后来还否认他要拿关税来做条件 当然中间有可能沟通 但是我觉得习近平来了就是个大浪布 那么 等于把大陆的 这个最后呢 等于是大陆前面批 投降主义的 结果习近平还是浪布 这是一个老想 有点面子上有点要自己自我挑食 人民报道现在有很多 那个名嘴呢 名笔呢 帮他们写东西 匣克导啊什么东西 都是公众号这些 这些呢帮他们写东西啊 来 市民之祸 但是呢 但是呢 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解释清楚 很难 做了个大浪布 亲自去了嘛 就不去的话 那就是川普 川普就看谁耍狠了 习近平也狠了 川普也狠 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大家都得分 OK 好 华尔街日报 还有一条新闻 我想引述出来 特别再救教一下委员 因为他特别引述了官员的说法 说这次 您刚才也提到华为嘛 那他们点名 越南被用来是 洗产地 嫌疑最重的地方 所有的生产线 可能工厂来不及搬迁 但是他把产品 直接到越南再出口 就不是大陆的商品 所以叫做洗产地 他也点到了台湾 台湾近年对于美国的 自通讯产品出口激增 所以呢 美国同样关注 台湾会不会变成一个 洗产地的地方 那当然台湾 进一步有做一个说法 最主要是因为 很多台商回到台湾 做进行投资 所以产线是台湾的 这不叫做洗产地 那委员你来看 我们有被点名到 会被盯上吗 这个部分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 因为美国商务部 要派人去调查 不过我刚看到一个数字 就是2019年上半年 越南的外来投资 激增86% 大概增加到108亿美金 那其中有一半是中国大陆 那这个太平鲜 就是叫做洗产地 不这个也不叫洗产地 是他要散关税 所以去越南投资 洗产地是说 我去那边绕一下 然后做出假的文件 那事实上是中国货嘛 那从越南出口 这个叫洗产地 这个以前坦白讲 我们也被欧盟呆过了 那时候太阳人的时候嘛 我们上次进口中国的产品 然后从台湾出去 也是味道文书 不就是他怀疑 他就来叮你了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 是比较值得注意 就是 华尔杰也是华尔杰是发现 他说美光还有英特尔 那他们事实上这两个礼拜 还在继续出口给华为 那这个不是违反了科技禁令吗 那怎么可以呢 他有调配他的比重 然后据说是美国前商务部的一个官员 偷教他们 偷教他们 他怎么教他 他说你只要在海外制造 就不算是美国产品 那这点居然被他散过去了 而且华尔杰是把他称赞 结果美光当天股价 占3% 这叫做 帮 民间七位 巡活路 找漏洞 找法律漏洞 找法律漏洞 可是就说美国商务部也不追究 那等于就是说 事实上你华为禁止输出一些零组件 尤其美光 这个是关键零组件嘛 也是继续在输出 委员呢 如果美国政府都不追究的话 是不是有带出一个风向 接下来 可能华为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 川普可能就松绑一些 这个就是美国的难处啦 因为美国有几家公司 其实华为的市占率蛮高的啦 比如说高通 高通这市占率就很高啦 那因为 中国大陆到现在还没有公布那个不可靠实体清单嘛 那个我觉得意思就是要用整个中国市场 来挺华为啦 那如果到时候你严重到不只不能卖华为 小米啊 OPPO啊 统统都不能卖 那这个美国的这些高科技厂商受伤也很重 那还有权力金 比如说谷歌 谷歌在中国你即使华为不能用 你其他厂手机还在用啊 那那个权力金到时候他如果 用整个高中 到中国市场来背书 那谷歌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 其实华为这个事情看起来全球的风向已经稍微有些转向了 华为说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50份5G的商用合同 包括来自于 韩国 瑞士 英国 芬兰 这些非中国的市场 全球三分之二 发布了5G商用网络 都是透过华为来做部署的 我简单问一下委员我们要进广告了 但是 就是如果说在谈判期间 不加关税 少了一个武器嘛 对 华为 又在改变了那个风向 那川普还有什么武器 货币战吧 货币战 可是现在也打不起来啦 我说实在话 华为事实上在5G布局本来对美国来讲他就没皮条了 他这是在抵制华为是手机的部分 就是你手机不能使用我的APP嘛 这个是真的打烙好为的海外手机的部分 那你这个地方要不要让 那可是我没有看到川普有进一步的筹码 好 目前没有看到 川习会的结果 不让人意外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 这个礼拜六的上午 川普是连续发了两三条Twitter 说好久没见到金正恩了 见个面吧 回来聊这一段超有意思 川普人在大阪 不过他周六一大早连续发了几个推文 他接下来说 Twenty结束以后他要去韩国 既然人到了南韩 那不如如果金正恩你在国内的话呢 我们就在非军事区 我们可以握手寒暄一下好吗 他发完第一次之后呢 隔没多久又发了第二则 就算只有两分钟 我们也见一面吧 这个大家就觉得说 怎么会是一个美国总统发Twitter 要跟金正恩见面 而且是连发哦 后来又发了一通 就是说 我这个也是突发气象想到的 这个就提个意码 我们就见个面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陈鑫老师 你怎么看 川普他想要见金正恩 我觉得他是要 第一转移国人注意力 伊朗问题很难下手 所以他第一个这个问题是 他必须要换一个换一个舞台 那么第二呢 金正恩可以提供他一个外交的一个 有点成果的舞台 而且何况呢 上次习近平去了这个金正恩 没有发联合公报 没有发联合声明 但是说不定有一些话 已经要悄悄告 已经告诉了川普 那么做了一些小浪步 因为美国要的是 全盘地交出来 你的这个核武的设施地 所在地 但是韩国是 北韩是不可能的 所以习近平跟金正恩商量之后 是部分 交出部分 这个是北韩可以接受的 而美国呢 不接受就拉倒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达成一个 让川普得到一个外交成就的一个 很好的机会 见面拿credit就对了 对他这个并不是说是真的能够 就把可恶解决掉不可能的事 川普也不会就是突然 早上睡觉起来就想金正恩嘛 不可能是突然就发twitter嘛 应该是 应该是他到大阪的途中就已经想 因为川普就说在跟 习近平两个正式见面之前的前一晚 他已经跟习近平就是比较 不是政治场合当中有谈到话 会不会是当中已经知道金正恩 上次跟习近平见了面讲的那种 应该是那个内容呢 我们还没有看到公租于市 但是可想而知一定是一点好消息 否则老是讲 这个金正恩也一直也要找突破 他那个 为什么今年他六月十二号的时候 写八个函给大家 就是说我想在恢复去年的 六月十二号第一次川经会 那么这一次呢 现在所以他必须要做点小浪步 大浪步都做不到 小浪步却可能做到 所以我认为呢 这是唯一川普能够得到的一个外交礼物 否则的话伊朗问题僵局 现在真的敢打吗 我很怀疑 那么以色列是早就想打 想帮美国打 但是呢 美国控制他的武器 控制他那种穿地带 因为伊朗的核武设施都在地下 所以说以色列只有很少的穿地带 不够 所以一定要靠美国 美国掌控武器就掌控以色列 换舞台换焦点 所以见金正恩对川普来讲也算是 这个阶段的一个救星了 请教下委员 那如果要见面要不要见面 这个之前有一些 上次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没有曝光的几个核设施 可能这次金正恩如果真的见到面的话 会达到可能就给他销毁了吗 有人说金正恩愿意再多加一点点 再多加一点 就是美国有发现一些嘛 再多加一些 其实陈老师刚刚讲的对啦 就是相对于伊朗 川普要在中国或北韩得分是比较容易的啦 因为中美贸易战就算你美国愿不会停止嘛 那事实上中国已经愿意多买了 多买已经确定了嘛 然后对外开放也有好几个项目也开始确定了嘛 那美国就得分啊 那只是说川普愿不会在这里就喊停了 暂停了 那北韩也是嘛 事实上金正恩已经愿意收掉部分了 那你也算得分啊 我愿意你观察北韩这么久 你有没有听过北韩的官方的媒体回应 会是美国总统提议 很有趣 interesting这样的回应 这不像是北韩我们认识当中的官方的一个说法 他们这样回应你觉得什么 这样的回应就是有兴趣那希望你多说一点 就这个意思 应该是这样 所以两个人真的有可能见到面这个 我觉得有可能 你觉得有可能 坦白讲喔 中美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定会连动到美国跟北韩向好的方向 是 搞不好这趟川普行 来G20 跟习近平算是表面好 但实质没有太大的进展 这么周旋了一圈 见了文在野 也见了安倍 搞不好最大的一个成绩 来回到美国国内 是见了金正恩 销毁了多几个 金正恩多加一点的一些内容 来不过我们看一张这张照片 请教一下天多哥了 这个照片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习近平跟川普在政治会面之前 前一天是先跟安倍 先跟日本 中日方面呢 会有已经有了一个双边的一个 会谈也达成了十项共识 但被媒体拍到这张照片 习主席一个人坐在单边 那对面呢 这安倍已经坐好了 旁边的所有的官员呢 还有顾问团都已经坐好了 怎么会义夫当官啊 这危案来讲是不是大漏洞 他的中办出了问题 这不是第一次 2017年6月的时候 他到哈萨克上河组织的时候 跟俄罗斯会面 也是一个人坐在那边 然后还被普京取笑说 你有点孤独 说他是 孤独战士 孤独战士 怎么会是 你想想看 那时候他的中办主任是栗战书 跟了他多久啊 然后那时候去了王毅 那这一次 是换了薛丁翔当中办主任 然后杨洁篪王毅都在 如果这个事是外交部来安排的话 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中办 我觉得 要付最大责任是他中央办公室主任 那你怎么没有把这个时间去问好 主席什么时候出 这种状况啊 这种状况只有什么你知道 就老板 老板的权威严太大 人家不敢去 再讲一次 老板的威严太大 威严太大 连这种东西 连这种东西都没有跟他去 旁边协调好报告好 通常 通常是一定是 我以前在跟金国先生的时候 我正想问你这一点 你会让金国先生一个人到会议 会议次去吗 不是那绝对不会 前面有人 后面有人 都看好了场地 再进去的 那你日本人不可能说是阻止他嘛 那我们跟金国先生 最有意思的一次事情是 金国先生那时候行程又多 一直跑跑到南投的山里面 到最后的时候 大概六个行程 到最后记者都不在 结果后来到了一个农场 金国先生就在那边看了一些猪 还蛮有意思 副司会长就叫了 副司会长 记者呢 记者呢 我们跟他讲记者下班回去赶稿了 赶快赶快 然后我们几个人拿了上机 自己拍 自己拍 当公告单位 对 自己拍 但是因为他在看那些猪 还蛮有意思的时候 可是没有记者发稿了 所以就自己上去了 但是也讲了 也讲了 也讲了就是说 整个的行程安排啊 不可能会出错的 金头哥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是 如果说当时你服务的金国先生 他是一个权威极权非常重的一个人 他身边反而不敢去亲近跟他讲现场的状况 跟他叫他123怎么走是吧 对 照理说 照理说 就是说前一天 今天的行程早上请教之前 嗯 全部讲完了 讲完了以后 然后 会跟他的办公室主任讲 今天有什么事情 到哪里面要怎么样 嗯 那金国先生也是啊 他以前 到美国大使馆去出席酒会的时候 美国大使馆不准我们进去啊 嗯 不准进去怎么办 后来我们一打听他外汇交的是圆山饭店 嗯 我们就化妆成圆山饭店 金国先生进去一看 哦 看到熟人 跟着走 嗯 他这种场合让他 让他一个人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回去以后到底该接到谁 我个人认为 是他的中央办公室主任出了问题 OK 好 重点呢跟安倍 达成了十点共识 最主要是包括了中日关系的改善 要往良好的方向发展 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等层面 但是 在习安会当中 让人比较瞩目关注到的就是安倍 他提到了几个相对敏感的话题 像是香港的反送中 包括了新疆问题 而且也特别提到 一国两制之下 自由很重要 不好意思委员 这个 嗯 蛮敏感的事情啊 嗯 安倍为何会在 跟习近平两个人见面 而且要达成这么多共识 要 终日友好啊 你看 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会去有点戳到痛楚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 你觉得有点意外 可是不是主要的内容嘛 嗯 主要内容还是 因为明年冬奥嘛 是啊 所以他邀请习近平春季 就是因为不是主要内容 他还提出来 也上媒体报导出来 这才让人觉得说 为什么你要提啊 因为日本事实上目前在贸易战也好 或者是科技战也好 嗯 还有甚至包括反送中啊 都是站在美国这个阵营的啊 嗯 你通通都没有提也很难交代吧 你觉得安倍讲的话有 某种程度是川普 透过他希望他讲一些吗 这个是G20欸 不是日中高峰会 嗯 所以G20的新闻 这个只是穿插其中一点而已 安倍事实上见很多人 嗯 我们也看到他跟 他跟美国还有印度 不是有一个三角会谈吗 对不对 然后他也见韩国 方方面面都见了 嗯 所以这个新闻如果 其他 其他那个 比如说在跟美国还有印度 那个场所讲的话 然后在这里通通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交代啦 因为这个毕竟 毕竟不是日中高峰会啦 OK 很简单 这个 川普呢 不需要 要对那个 安倍耳提名命 他讲过一句话 就说 我对于这个 日 每日安保台会有意见 就够了 他就下话了 安倍就晓得知所行止 该怎么做就清清楚楚了 所以这些是美国希望听到的 他就讲出来 那他既然提了新疆 既然提了香港反送中 怎么没提到台湾问题呢 台湾问题呢 这是美国跟中国的问题 所以他不必插手 他讲这几个就 应该够让川普满意啦 你又讲到香港 又讲到一个 一国两制 我觉得还有一点 对于日本跟中国来讲 他们的关系 还没有完全走到正常 他们认为就是说 一定要等到 等到习近平正式访日 完成以后 才是 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那在开始之前 他提这些问题还可以 真正的关系正常化以后 可能 就不能提了 就不能提 还不方便 所以到明天过后 这话题就会在台边上 他就看了 什么时候习近平 正式到日本访问 这个东西也是有 而且他们要选举 那自民党内部 还是有一些右派 你还是要照顾一下 美国议题在川普跟 这趟集团里之前 有提到一个报导 这是彭博 引述了三位消息人士报导 就是刚刚老师提到的 川普其实对于 美日安保条约不太高兴 也是认为美国花很多钱 而且美国承诺要 帮日本打仗 但如果是美国打仗 你日本不用帮我 只要看透过松尼电视机 收看我们的状况就好了 是不公平的 所以此言一出 安倍当然就比较担忧 那安倍真的不会是 川普的非常好的 亚洲的朋友 安倍就立刻提出了 这个图 跟川普做解说 你看 我们在一个月之内 包括在Kentucky Tennessee 还有这个Michigan 五个地区 都加码投资美国 此图一出 川普龙心大悦 就非常开心 所以现在感觉出来 安倍真的是非常的 懂 川普心里面想什么 毛顺着摸就对了 委员这一点很厉害 很厉害 小英马上要去美国访问了 过近 要过近 要不要准备类似一些图说 我觉得安倍应该事先也知道 美国要他买东西啦 要增加对美投资啦 他就你刚刚讲的嘛 顺着毛摸嘛 那 因为他大概已经摸清楚 川普这个人的个性 就喜欢在一个 这个高兴的气氛下 他大概就什么事都好谈 事实上 你也不要以为北京 没有给川普礼物耶 他这两天刚好传出来 中国突然增加对美国买大豆 买54万吨 那当然还是很少啦 因为去年买了1600多万吨 可是怎么这个时候突然还加订单呢 买美国的大豆啦 所以多少也有啦 就希望说 既然你要来嘛 而且你也承诺 你不会加税 那我也要来 那就让氛围更好一点 还是有这个味道啦 所以 国际政治虽然说是 合纵连横错都复杂 但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相处 其实也不外乎 见面三分琴 理论人不怪 我们的回来聊 在G20这段时间 还有一个受到瞩目的就是 辽宁号航母战斗群 他也通过了台湾海峡 我们回来讨论 G20的前夕啊 台海之间 台湾海峡也蛮热闹的 来看的是 辽宁号的航母舰队群 那这次呢 不但是绕台 而且也到了太平洋西边 甚至逼近到了南海 还有这关岛 所以有人说 这次不只是绕台 这是辽宁号航母 呃 舰队群 他算是陈俊来 最大的一次 呃 算是 远洋的演训啊 那这次的内容呢 呃 给大家看一下 除了自己的航 辽宁号之外 还包括了两艘的驱逐舰 两艘巡防舰 补给舰 还有好几艘的核动力潜舰 时间在6月的25号 那当时呢 辽宁舰进入台湾的海峡之后 美国P8的侦察机也进入台海的上空 持续的追踪辽宁号 对于这个海上出现的状况 老师你认为如何 他的用意跟他的 希望达到用意之后的效果如何 因为美国这一阵的军舰呢 都出路在台湾海峡中线这一带 那么连加拿大 澳洲好像也都有 日本也之前也有过 那么所以说 所以说这里面 台海这段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说尤其呢 美国带头的 所以说这个中国大陆一定要环以颜色 他称之以为舰队是对的 因为这个舰队实在是很小 跟美国的通常呢 这个打击群是不可通而言 美国打击群 这个都是加起来十几艘军舰至少 然后空中还有水下是立体 3D立体 甚至就是接近4D的这种情况下 这种群才是规模够大 所以雷根号以前在南海演习 那么辽宁号就觉得 真是跟雷根号的差太远 雷根号18分钟起降了18架F18战斗机 就是表演给中国看 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没有20年的训练是不够的 所以说辽宁号就相形见拙 所以说这一点来看 大陆现在只是必须要给人民看 它必须要做点一样的 大陆环球日报天天报道 美国新建老中线 现在大陆也要这样做做看 用意就是回应国内民众的一些期待 跟媒体一些讨论 但效果好吗 效果对国内消费嘛 总是没办法的 OK 本不做不行 我们来看在大陆的媒体方面 也比较有两派的说法 比较可能比较偏英派的就是说 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洋的训练 其实台湾也不用想太多 我们绕的不是台湾 我们绕的是西太平洋所有的美军基地 这个口气比较就比较大一点了 我问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 而且美军相对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回应 比较低调 我觉得那个是讲给自己听的 美国怎么可能怕你 当然他这个航母舰队会慢慢成型 那这个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就慢慢编队嘛 慢慢增加军舰嘛 可是对美国是一点威胁都没有 我认为甚至不可能靠近 不可能靠近 真的可以 就表示说我也要去南海走一下 钓鱼岛会不会去走 我都打个问号 我觉得主要是针对南海 好 那另外一派大陆媒体 比较相对冷静的就有做个分析了 说辽宁舰队编制 目前只能够借助陆基情报的资讯 就是靠岸边的基地的资讯 跟岸基航空兵的掩护 来回在沿岸做机动 为反介入创造有利的战术条件 真的 辽宁号要跑到西太平洋 坐在十年之内 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田鲁哥这个认为这样子 媒体比较分析比较客观吗 我个人 我个人的观点倒不在这里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他今天的东海舰队跟南海这两块地方 他在用辽宁号的航母舰队带过去的时候 事实上他是在做他的战略部署跟演练 东海跟南海原来两边各自有区 那你现在怎么把它连成一气 然后因为他南海的 以海南岛为中心的这种战略的核武进出的基地 已经成型了 那将来有状况的时候 南北这样子走的时候 他走这个台湾海峡最简单的一趟 航母出 你所有的征收基地 电波只要出来 他一定接到 车里到底有多少在沿岸的这些东西 完全再去准确抓一次 那你的征收的这些状况 到南海以后 是美军在那一边的 不管是在菲律宾也好 在哪边那边也好 要查他这些基地 因为我最讶异的一件事情 是六四期间的时候 民主女神号要开来 结果法国政府提供的那份图 详细到我们难以想象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在发展海权的时候 海权配合空军 其实他的航母也在 那个核子潜艇的力量 已经超出很多我们想象之外 但是最重要的他就是说 我从南海到东海 两个舰队 怎么个去将来的协巡 再下来国内立法 如果把台湾海峡 列为国内内海的时候 你怎么动 然后这里再出去的时候 他现在他前面一趟走公公道 那在你后面再走一趟 是 他不会急着说进太平洋 在他的航母第二号第三号 真正的三艘航母的战斗群 出来以后 会逐步往外推 好 等于是除了陈教授 刚刚为大家做的解读 在政治上面要回应 国内的舆论之外 或者是 也回应 国际这么多船舰 行进台海的动作之外 天洛哥的解读就是 包括了东海跟南海 他的舰队的一个串联度 串联 战略上来讲 他如何去 所以军事上面实施的操联的应用的效果就对了 对 不过这个时间点 我们来看美国的国防部 也跟国会通报 要出售台湾价值20亿美元的 MYA2坦克跟飞弹 但我们也看到 为了就是G20川习会 不要这个再生波澜 在这个时间点 白宫没有进步的动作 即便是国防部 已经向国会报告了这个军收案 但依旧 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进一步的动作 但是G20之后 这个军收案就会开始进行销售货点交了吗 这个其实在两个月前 Time杂志就引述三位美国官员的说法 说美国对台军收会暂缓 不是不卖 为什么要暂缓呢 就是为了针对这个中美的贸易战 避免成为一个不利的变数 那么我认为是暂缓 是真的是确实暂缓 国防部说没这回事 说是照常性行 那么总统部也说照常性行 那是错的 因为Time杂志不是说谎的杂志 不是英国的太阳报 说谎的报纸 那么Time杂志是有根有据的 结果确实没有否认 美国没有否认 美国没有否认 但是美国没有否认 所以我们反而是否认的 这个是不该否认的 因为这个二月份我们就送出来了 M1 A2战车呢 应该照理说五六月间就该已经开始批准卖了 那么F16V呢 而且但是呢 国务院开一个跨部会议讨论 要不要买 后来还是慢了 但是拖延了两个月 所以大概批准还有一两个月 那么但是呢 那个F16V呢 可能要拖到九月 甚至更晚 因为F16V呢 大陆更为更具威胁 然后M1 A2坦克呢 虽然很厉害 是全世界最好的坦克 里面还有冷气 在国军假设 做了吹冷气的坦克以后 别的坦克就不想做了 我看 这个是一定的 这个这里面呢 所以说延缓是决定延缓的 所以我的判断是延缓 因为我是根据他们杂志 过去的历史 它的可靠性比那个经济学院还好 比那个 当然更 太阳暴更不用比了 那么这些呢 可以说是真正的可靠的消息 我们应该采纳 应该想办法破解 想办法不要让它延缓才对 而不是说是否认否认 结果 结果事实上就否认 六月该来的东西 搞到七八月 九月才来 那就是有问题嘛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因为这种军售的东西 是不分政党的 两个党将来都需要 所以说这个是应该 好好的研究如何 研判如何应对 而不是说一口否认 国防部否认也不意外了 因为台湾的政治环境 现在这个阶段 马上就要选举了 然后你如果有任何 真的是声变 演发出来的台美之间关系 出现状况的联想话题 操作性就非常大了 所以否认是最快速也最廉价 不过我补充一下 因为如果美国的考虑是 到底是针对集团体 的川习会面 还是针对贸易谈判 这个含义很不同啊 比如说贸易谈判 你怎么知道要谈到什么时候 那如果一直拖给你拖到 快要圣诞节 那岂不是都不能均售啊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剧本很有可能出现 不 我知道 所以我说 到底是针对川习会 气氛好一点 还是针对贸易谈判 先针对眼前吧 先过一关 再说下一关吧 不 如果是针对贸易谈判 那就不得了 因为那就把军售跟这个 勾在一起了 所以说常态话 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美国做军售常态话做不到 那问一下田鲁哥 因为田鲁哥是实际在背后 有这个幻象接机过程的 所以每一次你说 台湾的军购 跟这些国际政议议题的操作 有没有挂钩 多多少少 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联想 像你接受的这些军购案 是如何进行的呢 基本上第一个 保密最重要 我们跟美国 当然他有一套的制度在动 那就是说 我们如何在 最有利的情况下 争取到最大的资源 那可是按照现在来看 美国始终把这些问题 跟政治 跟他国内的利益挂钩 挂在一起 挂在一起 所以 一个好的军收要成功 第一个保密 现在挂在一起 以前没有这样子挂在一起 以前挂的时候 以前我们跟他谈的时候 还有例行的这个军购团在那里 那现在的这种军购 基本上不是国防部跟这些人能够决定的 而是牵涉到政治 插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 我在法国做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 我还是觉得保密一个时机 然后你能够找到决定要卖的人 跟他说可以卖的人 那你就拿法国来讲的时候 那时候我曾经把他的国土安全局局长 请到台湾来 请到台湾来 我跟我们老板报告了以后 专车带着他沿着台湾海周围的渔港去看 告诉他为什么我们需要那种短的快速的那种舰艇 那飞机的东西正是找到keyman 他的那个国防武器管制署署长 我叫我朋友到他家去看 他又回来说 他们家连水龙头都是黄金的 我说bingo 我说你跟他讲我们要买飞机 那时候刚好国际的气氛又合适 那天罗哥现在这样的环境 就算让你找到keyman有用吗 找到keyman还是有用的 这种事情 你绝对不是三天两天可以扯的 你要长期有人在经营这一块 这块找到了不难找的 因为军火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集团 你能够从哪一条线进去 进去以后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on the table去做 帖头哥刚刚讲两个重点 一个要保密嘛 二找到keyman 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了 现在的环境 基本上都跟很多事挂钩在一块 尤其是政府高层做的决定 不是你那个军购单位的小组 可以做的决定 所以即便是找到keyman 你可能能够发挥的空间 也没像过去那样子那么的精准 那你要把那个正直的keyman也要找到 现在keyman要叫keyperson 现在因为好像只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吗 对 来美国参议院这时间通过了国防搜寻法 美军军舰应该继续通行台海 维远你怎么看这事 现在参议院也过了 过了这个参议院的版本 不美国军舰在这个法通过之前 就在进入台海 是啊 所以 事实上这个法讲的不只是这些啦 事实上如果你在把最近那个 台湾保证法放进来 那更不得了啊 因为现在要送参议院表决嘛 一般估计还是会过 那那个还包括军事人员驻台咧 还包括进港口咧 所以通过台湾海峡这不算什么 因为已经发生了 不过所有的动作都可以解读到一些政治讯息的层面 包括我们刚看到的美国的军舰行驶台海 包括了辽宁号 当然都会产生一些政治的后续的效应 包括了像蔡英文的民调 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自从呛辣一国两制之后呢 国台办反应就是直接讲说 台湾就是甘愿当反华势力的马前卒 一再的挑衅姿势制造了两岸的对立 性质极其恶劣 陆委会当然做了回应 你国台办骂就转移焦点嘛 让人看破手脚 无助改善两岸之间的关系 但不管怎么样骂 骂来骂去 骂到最后捡到枪的都是蔡英文 老师这段时间看 蔡英文也算是创了蛮大的一个 台湾政策上面的 我觉得也可以用奇迹来形容 因为从党内的初选 可以从落后七八趴 一路到赢七八趴以上 到现在 等一下广告回来给大家看 他的民调已经是全部KO了 可能不管是你是白的柯文哲 或是莱茵可能的人选 现在蔡英文是全胜 请教老师 简短跟我们讲 他的民调大回升 有媒体点出了四点 一 因为民进党初选结束 所以就会有花车效益聚集的效果 第二 反送中 让台湾民众形成畏惧 所以蔡英文 她的拱固主权的形象 再次地提升 第三 本来民调不会看好 现在一路窜身 有人觉得她像是 创造奇迹的灰姑娘 也因此好感度增加 第四 国民党自己乱 乱成这样子 让蔡英文取得先机 一路上捡到枪跟炮 老师 您来看是天佑小赢吗 我们最近跟好几个大陆团体见面 我说过去大陆给蔡英文的两把枪 是收不回来了 但是以后不要再给她新的枪 第二个 国民党现在没有定于一尊 所以她现在民调会高 国民党成立一个分裂状态 虽然没有真的分裂 但是是有点 而且有点动气 有些人在动气 有些人在动怒 那么这个当然会影响国民党 很多人会担心 国民党还没什么机会的 原来在2018 九合一选后 胜选的机会 现在好像越来越低了 这个也会对蔡英文有防止 好牌变相公 就是当然 国民党奠于一尊臭 情况会改变 那大陆假的 不再提供她第三把枪的话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 所以说这个将来会捡刀交叉 黄金交叉 你说 如果不再提供给枪的话 可能会有些改变 所以你认为下半年北京的一些 政策上的做法会调整吗 第一个做法就是 像战中事件不会再提了 这个是自然死亡的一个法律 那么要提也是很简单 很单纯的一个移送而已 不是没有引渡 只能移送 第二个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这个他在国民党定于尊臭 基建落台 这种可能不太可能 走中线还可能 因为走中线 南南北北走走 那么有点是区域性的 不是针对台湾 走烙台就针对性太强了 所以说就会跟去年7月以后一样 大陆开始保持一个中立一个状况 那么所以说7月正好也是 国民党的初选结束 那么所以说这7月以后大概差不多 第三个呢 大陆非常谨慎 不要再制造机会 因为这一次呢 包括第一把枪 习近平的第一把枪 这个宋宗事件的第二把枪 都是有点点出乎大陆意外 没想到台湾反应那么强 而且正好给蔡英文连结起来 把这个一国两制跟九二共识 也把它划上一个等号 那么让国民党本来那个 他优势的一个强项就变弱势 现在当然两岸政策 还是国民党的强项 还是会抓得回来了 不会说是让蔡英文长期这样 而且选后选举期间变化很多 我们相信会有很多变化 不会让蔡英文长期保持这样一个有时 老师是反推去年的2018 11月份的地方选举的开票结果 回推到2018 7月 所以从2018 7月到11月 两岸之间基本上是风平浪击 也没有绕这个战机 或者是军舰绕台的事件发生 这就是大陆比较克制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研判在接下来 今年7月份国民党定运一尊之后 相对同样的也不会有战机绕台 军舰绕台事件发生 这是北京会相对克制 会出现的一个做法 我难为就算不是7月 最多也只有8月 因为我们这次会延到1月11号才选 上次是11月24号就选 所以时间上可能有一点调配 但基本上来讲大陆是不倾向于采取挑衅 或者是这个刺激台湾的那个动作 所以大陆算了就是5个月时间消化情绪 差不多5个月 我们休息片段回来看 蔡英文的最新的民调 还有小英互主权 接下来到美国 她要过境的是纽约 会有什么值得期待的火花 回来聊 来看这2020最新的民调数字 蔡英文我们刚刚上段聊到了 她不断地捡到枪之后 民调爬升 而且上升的数字之高 或许自己蔡政府都吓一跳 现在怎么看起来前景这么好 来面对三强鼎劣的话 不管对到谁 柯文哲大概都只有维持在20到23之间 那蔡英文基本上是很少 赢韩国瑜大概赢了8% 赢郭台铭赢了11% 赢朱立伦赢了15% 如果没有柯文哲的因素考虑进去的话 就是单纯的蓝绿PK 蔡英文不管是对上韩国瑜 郭台铭跟朱立伦 也都是全胜 而且赢的比例之高 都超过了10%以上 赢郭台铭相对少一点赢10% 以韩国瑜的话赢到了14% 所以现在的气势 跟两个月比较 两个月前比较的话 根本难以想象的 所以有人说她真的这段时间 气很旺 那在这么气旺的情况之下 就要看对手是谁了 请教下委员 民进党内自己当然每天 几乎都有自己做内部的民调 有没有 现在任何一个对手 是比较不太希望去面对到的 还是都没有差了 反正都已经10% 不因为韩跟郭比较可能出现嘛 那这两个人是 对民进党是各有利弊啦 说实在话 因为韩国瑜就是走民粹的群众路线 所以他很容易聚众啦 那这个对选立委有帮助 选立委有帮助 就是对国民党区立委 那 那郭台平可是韩国瑜的问题就是 他对经济议题真的不熟啦 所以常常会讲错话 那郭台平他的强项当然就是 他有能力去抢中间跟年轻票啦 还有经济选民 然后他的经济的政见 因为他是成功的企业家嘛 所以会有一定的说服力 可是他的问题就在于 他真的对 他不熟悉政治人物啦 所以他那个政治人物的表达啦 沟通啦 还有现场的那个群众的 共鸣的能力啦 那确实弱很多啦 委员都点出他们的优劣 对 那你有没有觉得民进党自己党中央 或者是他们自己 在做评估的时候对手哪个比较 民进党大部分人都希望碰到韩国瑜 我说实在话 大部分人 原因是 原因是因为他现在还是高雄市长 他没有办法离开嘛 那高雄市未来这下半年会出什么事 都是你的包袱喔 比如说最近 台风 台风对不对 然后陆平之类的 然后登革热 那还有动不动 因为你的可能市府团队整合的不好 就冒出这个小山东这种乌龙 郭台平没有这种问题啊 所以郭台平他只要出现 就是直接作为一个纯粹的候选人 韩国瑜不是啊 韩国瑜大概有高雄市 而且我们也发现 高雄市民对于他违反承诺是很反弹 反弹 因为我是高雄人 我认为他去年大概 11月24他高雄市赢了15万票 我们12月的时候有做过民调 我们高雄八个区的立委全输 那现在呢 现在的数字有吗 现在我们已经7个区 翻盘这么激烈的翻盘 那7个区是在3%以上 以上 是完全拉开的 韩国瑜因素 就是因为韩国瑜违反承诺嘛 所以高雄市民反弹嘛 那就联动到国民党的立委 对啊 高雄市非常明显 好 其他我不敢讲 那民进党 觉得说因为韩国瑜 还有市长的身份 所以他包袱毕竟在身上 那接下来可能碰到的其他 任何的事情 都会可能成为减分的部分 但是 天多哥你来看 前段时间 有些爆料啦 这个私生子啊之类的 那现在可能就觉得 这些东西对他可能 杀伤力没那么大 因为也做了亲子监定 应该就不是他的 那你觉得他的民调 可以止跌回升吗 那如果在7月15号 不是韩出现 你身在蓝银 你看这个事情 那蓝会不会分裂 第一点对于韩国瑜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一个用人问题 就像他常出疲漏的 两个人 我现在全都被点 全都被点 就是出疲漏 你如何内部不出疲漏 然后 而且出问题也没有关系 你如何去尽快的处理 没有处理好 而且 几乎 我的感觉是 不管从 当然民进党也有 也有因素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从民进党来讲 从蓝军的内部来讲 都有一股 隐隐约约的反韩的气氛 在酝酿当中 这个部分的时候 从上次几次的民调来看 就是说 他的韩粉的保持率 在100万 从108万降到现在的时候 100万出头 有动摇 但是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一次的操作 把所有的这个总统大选的规格 拿来当这个操兵 操到最后会冰皮 而且相对引起的反感是很大的 那么 蓝军到底会不会 会不会去分裂 这才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但是我昨天也跟一些朋友 比较重要的人谈了就是说 他基本上是不担心 因为蓝军还没有开始整合 而且经过这三个月 全部大家都袭兵了 袭兵的时候 现在炒的最深的 最容易被挑起来的就是韩粉 那反而锅这边的时候 控制的比较好一点 那么就是说 不要怎么再炒 唯一的可以被炒作运用的 就是韩国瑜的韩粉这一部分 这部分还在扩张 还在继续的制造分裂 那其实大家担心会不会分裂 但是呢 基本上跟我讲的朋友说不担心 好 她说有这么长一段时间 停了以后 接下来7月8月9月 会消化 消化 好 那我们来看蔡英文 因为刚刚提到蔡英文 就是这段时间 在互主权这一部分 是有很多年轻朋友的支持 然后也是的确展现出 辣台妹的形象 所以嗆对岸北京 互主权它确实是有加分到 这大家都可以公认的 那老师我想请教你 互主权 不光是对北京要互主权 主权包括了我们的外交 外交的邦交国 这也都是我们的主权的象征表现 这个国际人格权 但在他任内钓了5个邦交国 然后接下来看到 所罗门可能有问题 塞尔瓦都本来说可能要复交 但是没有 那钓鱼台呢 今年我们看到 除了列入日本的钓科书士 他们的领土之外呢 最近日本要派3艘大型的巡逻船 加强对钓鱼台的警备 但台湾也没有太大的 一个抗议的声音 所以老师您来看 其他这些部分 主权不太顾也没太关系 对于日本那方面呢 没有顾到主权 大家民众也都觉得还OK 只要对于北京顾主权 就有加分 现在好像台湾社会是这样子吗 目前会如此 所以说反送中事件 假如说告个段落之后呢 这个互主权的这个 对他所带来的优势呢 就可能不会那么强了 你认为会递减 会递减 那么会递减的话 那么加上1月2号的这个 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它的效果也会递减 那么最后呢 曝露出来的是 蔡英文的锁国政策 她现在很多政策都在锁国 这个是国民党将来要主打的一面 从这个包括国安法的修正 包括两岸关系条例的修正 包括这个对于这个国安 有涉及国安人员 包括总统 副总统的这种这个限制 我想这个会造成他的反弹 而且他还讲过一个风凉话 说这些法律也适合我 问题是他假如 不管他去 他不会去访问大陆 第二大陆也不会欢迎他访问 所以说这点是讲 反话或风凉话 也会激起人家反感 所以他假如没有别的新招的话 而大陆又没有提供他新的枪的话 那我看他这个 现在的优势会递减 所以老师观察 目前他领先的民调 是现在算快到高峰了 应该到巅峰了 因为下来假如大陆非常省慎的话 就不会出这个事 也不会集结到台 也没什么理由借口 所以说这个时候 反而是美国因素 是个很大的变数 老师讲那个真正人物的民调高峰还蛮准的 我记得上一回你提到 韩国瑜去美国那一趟受到欢迎 应该也是高峰了 果然那一趟回来之后呢 好像民调数字慢慢下来 慢慢下来 所以现在蔡英文这么高峰 大家自己做个观察 不过看起来好像台湾人对于 台湾所谓的巩固主权 就是只面对大陆 我们的邦交国台湾民众 基本上不太care 我们的邦交国因为本来是有外交修兵 现在呢 断了几个 而且都是小国 反正我们大国也确实不多了 假如大国像巴拉圭这种国家 它断了那时候 后果会比较大 严重一点 那么其他的 巴拉圭是算是 我们所有邦交国最大的 以前有查德最大 不过查德是帝往人稀 那么巴拉圭算是个 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国家 是我们最强最大的一个邦交国 这个是不能断的 另外除了索罗门群岛 分离岗只要大陆愿意让 也是有可能断 所以这个是问题很大 那么一定会被拿来检讨 那如何 国民党如何拉加大力道 因为你不接受九二公司 所以就不用外交修兵 就要把它联想起来 所以是议题 你看 蔡英文从最坏的一个状况 现在搞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 当然要中间选举期间 因为各种议题会冒出来 这个时候看 双方应对的错误最少就最好 好 市长可不可以跟你请教 你觉得蓝营目前的 战将在立法院操作议题的能力如何 我觉得因为人数少 你打架也打不过人家 吵架也吵不过人家 那不是人数少的问题 人家时代力量三四个 可以占一整天 我们蓝营要有这种勇气 否则我们以前 国民党以前我记得还请了 跆拳道的立委也没用 因为怕把人家打死 太凶了 这个智库很长 没有应对能力 没有用 我觉得从来 他们没有让智库 产生他真正的作用 在国民党的文化里面 他只要听话的 他不要扭脑筋的 这就是为什么呈现出来的 战略会是这样的 对 智库虽然有学者 有专家 有献祭的人 那能力不差喔 那个国民党的智库很多 是学有专精的 但是在国民党的整个体系里面 你是需要听话的 对 要传播上译的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历史文化了 不过小英即将要出访 到中美洲的三个友邦国家 会过境美国的纽约 当然没有像 本来希望能够过境华府 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这是过境纽约 跟回程的时候 经过Denver 我想警察委员 这次去美国行加分的几率多高 就看他在纽约跟Denver见到谁啦 那美国愿意排什么样的场给他嘛 因为华府如果去不了 那比如说是不是可以做正式演讲 那是在什么场合 那是不是可以召开正式记者会 那美国是不是有一些投变人物了 愿意去纽约或Denver跟他见面 那Denver因为那边有空军基地嘛 那他是不是可以正式进入做参访 那美国是不是有一些将领 愿意跟他合框啦 所以还是要看具体人物的一个铺牌啦 好 所以就带观察了 这次不论如何 现任总统的优势过境纽约 能见到谁 当然在外交上面 都有一些加分的效果 我们休息片刻回来继续聊 在中东的情势 现在川普跟伊朗 不断的升温的情况之下 有人说 其实美国真正的目标不是伊朗 是背后的中国大陆嘛 我来聊 美伊的情势是否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 因为川普他左算右算 觉得说我干嘛呢 何必要那么多出钱出力 保护大家的邮轮呢 之前我们看到两艘邮轮被攻击的时候 他马上就说这是伊朗干的 后来本来要打 最后一刻没打 他现在在发这个推特 大家就想说 那美军你到底要怎样 因为他写说 经过了解 中国大陆 百分之九十一的石油 经过这个海峡 日本百分之六十二 其他的国家也有很多船 经过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都是我们美国在保护这个航线的安全呢 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回馈 这些国家你们开自己的邮轮 你们应该自己来保护你们的船 所以大家就想说 那是不是美国就基本上 这个海峡就不要派美军了 那美军不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会由谁来接管这些地方的一个势力呢 我先请教一下委员 你怎么看川普这段谈话 又在计较钱了吗 他显然太不了解美国在中东 的战略布局啊 太不了解了 他还是着远于前就发了推文 他就是出大问题嘛 事实上美国在这里布局 他主要的两个盟友 比如说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 那刚好跟伊朗就是历史上的对手 那历史上能够真的去对抗以色列 真的就只有伊朗 他是够强的 这个是就 这个中东的政治来讲 那第二个就是 事实上美国也在防止伊朗啊 连同中亚的石油 不用美元交易啊 这还联动到美元的 石油美元的霸权的问题 所以你怎么可能只为了说 你们日本跟中国 你们油都是从波安来的 那你们自己来手嘛 怎么可能是这种角度呢 他实在是 坦白讲他真的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战略太无知了 而且我想要好奇的是 在这一个礼拜之内 从本来美国的无人机被打下来 他要去进攻别人的 到现在讲说这个 你们自己保护自己的 态度转变之大 就在短暖这几天 不就是 陈老师刚刚也讲了 好像打不下去嘛 打不下去 打不下去你能怎样 嗯 现在不就卡住了嘛 他现在说什么 只把人家的外长 在美国的资产冻结啊 那伊朗也嗆啊 说你把我们那个高层的 资产都冻结 那你要跟谁谈啊 嗯 你如果把我的财产都冻结 我要算跟你谈啊 所以他都 那又不用军事 然后又把重要的政治人物 在美国的资产冻结 嗯 那你这样跟伊朗怎么进行呢 有点让人家觉得说 打不下手 干脆杀手不管 有点重要的feel 没有办法杀手不管啊 因为伊朗太重要了 非处理不可 天罗哥 除了以色列跟沙尔利阿拉伯 这两个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之外 其他的中东国家 听到了 川普推特这样的发言 做何感想 其他的国家 嗯 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发言权 你中东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问题是以沙古地为代表的一个 对 对方就是伊朗 然后再来一个以色列 以色列为了他的生存 以色列有他自己的方法 那其他的国家 你讲好了 这些什么大公国 这些 这些约旦这些 阿门 阿门 他们是要选边站 靠近一点就好了 不要出问题 嗯 因为他们也都是被控制住的 嗯 所以在整个沙尔利的集团里面 他老杀还是投 好 郭委员讲 其实川普讲这话 就是他基本上 没搞清楚美国在中东 相对来讲的 他的重要这个地位 老师你认为 如果真的川普说到 而有做到 撤掉部分的美军 在当地的一个助手的话 有人说这根本就是把这个航道势力 拱手让给了中国跟俄国 你怎么看 这个川普以他的商人性而讲话 就是第一个考虑的利益 他要这个大家分摊 美国可以保护 你分摊保护费嘛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中国派军舰来 那么日本派军舰来 那你们就 反正日本也快快 慢慢快打破了这个 和平宪法了嘛 这个以前呢 在波湾战争的时候 开始还没有 现在已经差不多快接近了 可以慢慢拍 慢慢增加军舰 中国也可以拍军舰 那中国现在就要面对 第一个可能是这个 你后面是海峡 不能够让伊朗封闭 所以中国要出点力 另外中国还可能在这边 碰到恐怖主义 就是逼着中共去反境外之恐 这都是美国的算计 所以他这个话 我觉得要从他的这个利益角度来看 美国第一 所以说我离 反恐怖不是我一家的事 另外石油也不是我一家的事 要就是大家出钱 提供保护费 要就是大家自己派兵 现在你要面对恐怖主义 所以说这个都有可能 我认为现在他跟中共 很多东西要谈 所以为什么他讲那句话 说要中共自己来派军舰来保护 我干嘛要握美国来保护他呢 没这个道理 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算计 是跟传统的美国的中东政策不一样 但是确实会有效 所以为什么川普始终的支持者 还是能为他 还是能够代表保守主义的一个想法 老师你觉得他这番谈话 有没有给做球给安倍的味道 因为安倍不管是要修宪 或者是要这个自卫队走出 日本的修宪一路都是美国扶植的 都是没有 有没有搭给台阶给日本自卫队的 日本本来就要去修想修宪 但修宪修不成制造 我能够变成一个正常化的一个国家 这个是可能的 修宪是比在日本是不太容易 但是他会慢慢让他一步一步的 朝这个方向做 所以说美国呢 这个倒不是川普独揽 每一个总美国总统 都在鼓励日本朝修宪的方向走 包括提高预算 超过宪法规定的1% 刚刚我又提到这个美国川普 后来就是对于伊朗总统卢哈尼 进行了金融制裁嘛 对 那这个部分 你跟后来想要就是抑制恐怖分子 或者是断核武 能够达到那样的效果吗 因为他真的是个人 那你要不要跟他谈 你如果要跟伊朗和谈 那不用经过他吗 当然 我卢哈尼 我现在金融资产被你冻结 我为什么要跟你谈 你首先要帮我这个解除冻结啊 不然我怎么跟你谈呢 那川普的问题就是 我冻结你之后 你来跟我谈啊 他冻结你之后 希望你能够来 你现在就是 这个是他自己想的嘛 可是我被处罚的人 我就说 你没有解除我不跟你谈嘛 目前就是这样啊 那不就是等于 对川普来讲 反而自己丢下了一个制裁的动作 反而将了自己一军啊 事实上我们坦白说 伊朗那天敢把他的全球影打下来 这是冒很大风险的 他怎么敢打呢 这边有个故事 伊朗那个 伊朗打下全球之鹰 是有跟 有好几年前就已经有策划了 在几年前呢 一架全球之鹰呢 被伊朗引导到他的机场 对 俘虏了 他等于全部剪破了 对 你们都晓得这个故事吗 那就是表示说 伊朗打这个飞机是太容易 美国很笨 美国应该从台湾买这种 无人机 那个台湾飞机被打下来很便宜 这个无人机机很贵 很贵 他这个造价是F3足了两倍 对 对对对对 设备的设备才是最重要 你看双方的呛响 这个伊朗总统卢哈尼斯 直接算川普是一个智障 没用的 白贡东是这些智能迟缓 话讲到这么难听 双方领导人在互相的时候 身为国安人员 国安人员 最怕的一些就是 就是他们误判刑事 对 所以天洞哥 怎么样去判读这些 不管是媒体上面的 或你们做到的行事的 真真假假 而如果真的 要开战前 有没有一个最直接的指标 真的要开战前的指标 就是正常跟不正常 所谓的正常就是平常他都是这样 所谓的不正常就是说哪一天 他通信完全断掉了 然后人员的异动 所有这些都开始出现状况 或者是叫不正常 但是通常一般人在讲就是说 情报人员情报 其实情报人员做的是有限的 那么情报部门最大的 最大一块的人力用在哪里 用在分析研判 那分析研判就是说 所有的不管是外主 都是根据国内的需求 发出指令 我要求去 要求收集 好 就拿伊朗来讲 会打 不会打 可能打 为什么打 那打下来的 这些状况是什么 所有的外主从不同的地方 譬如说在中东的 他直接的收这些人员调动 有没有异常这些情况 在欧洲的收这些跟伊朗关系亲密的 然后他们的分析 美国的分析这些不同的 来了以后再做研判 这个研判出来 才会让你没有误判 这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什么 研判 哎呦 是庆祝川崎会吗 啊 祝你生日 我们还在录音 现场 现场 你今天生日了 小丽生日 不好意思 继续做 继续做 那就祝我们的节目 所有的朋友呢 持续支持 多多的按赞分享 我们把人数冲到我们 增加播出几处好不好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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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